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TensorFlow2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还是先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维度变换至Expand Squeeze 什么意思 是这样 咱们不管是个机器学习 还是深度学习 咱们做的最多的工作 我认为是数组的变换 也就是说维度的变换 为什么要做维度的变换呢 我给您举一个应用场景的例子 您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您训练了一个模型 比如说这个图片识别 比如说声音识别 比如说这个文本序列的翻译 是吧 您训练好这个模型之后 您要干什么呢 对 您要用这个模型去预测新的数据 对吧 那么好 问题来了 咱们从大数据端 拿到了业务数据之后 咱们要进咱们的模型 进行预测的时候 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咱们训练好的模型 比如说图片的 咱们只能识别一个四维的数组 才能够正确的预测 可是咱们从业务端 咱们拿到的图片 是一个三维的 对吧 长乘以宽 再乘以RGB颜色 对吧 它是一个三维数组 那么咱们就需要把业务端的三维数组 变成咱们训练好的模型 所能识别的四维数组 才可以完成图片的预测 声音也是 RNN也是 所以说 咱们就在咱们这个实际业务中 真的非常的需要用到维度变换 有朋友刚一接触到这个维度变换 就认为这个东西不重要 是吧 其实在深度学习中非常的重要 没有之一的重要 今天我就给您来讲解一下这个知识点 好 咱们说完了前言 马上开始 知识点有两个 第一 数组的升维 第二 数组的降维 升维 咱们是说把一个三维数组 四维数组 五维数组 对吧 各加一 升成六维 七维 八维 对吧 OK 那么咱们升完维之后 咱们怎么办 还可以降维 比如说我一张图片是三维的 我把它升成四维了 预测 预测完之后给我反个值 我把这个图片 然后再降回三维 再写成文件 对吧 那么咱们既在这个真正的编码过程中 咱们既会需要升维 同时也会需要降维 今天我就给您讲这两个知识点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今天的代码部分 实战演习 首先说 我的前三行 是因为您本机运行TensorFlow时候 可能会输出一些个不必要的log 这个三行可以把log给您清掉 好不好 然后这两个是import TensorFlow和Numpay 今天我给您采用了这个测试云服务 还是Google的collab 非常好 好 那咱们先小心 马上开始 首先我先声明一个 一维数组 马上声明看一下 大家请看 我这声明了一个 有24个元素的一维数组 没有问题吧 这个是TensorFlow API生成的 咱们打出来 它的shape是24个元素 对吧 但是只有一维 对吧 endium 只有一维 OK 咱们有了一维数组之后 我现在要做的工作是 把它升一个维度 这样的话 咱们才能够进行图片预测 对吧 等等的预测 OK 怎么升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函数 我给您讲解一下 我这个函数 TF的TensorFlow里面的 这个expand deems 它干什么 它相当于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它相当于 把咱们这个123 这个一维数组 变成一个二维数组 在这123 一维数组的之外 又加了一套中括号 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二维数组 但是这个二维数组 这个二维数组的内容呢 只有一个一维数组 很难理解啊 有点绕口 好 马上运行啊 看一下结果 我把这么一个A数组 给它做了一个升维 升维成B数组 马上运行 大家请看 我现在这是一个一维数组 经过我这个扩展维数之后 把它打印这Shape 大家请看 是一个二维数组 对吧 是一个一行 24列的这么一个二维数组 它的endem维数呢 变成了二 这个时候 可能咱们的训练好的模型 就能够认到它了 好不好 OK 咱们通过这个函数 迅速完成了升维 然后配套的降维 怎么降 大家请看 降维度是 TensorFlow给他们听过 叫这个Squiz 这么一个函数 它是什么 它相当于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相当于 把咱们刚刚升维好的 这个二维函数 干嘛 再降回一维函数 这个地方要指定一个 降维升维的轴 对吧 因为咱们只是一维升 所以说指定第零轴 就可以了 好不好 咱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Go 大家请看 我把这个B 这个B刚才可是一个 一行两列的二维数组 对吧 咱们经过变换之后 又变回了一个一维数组 大家请看 有24行的这么一个一维数组 为数是1 咱们通过这两个函数 Expand Deams和Squiz 这两个函数就完成了数组的升维和降维 一开始接触这两个函数的朋友都觉得这两个函数很枯燥 我当时学TensorFlow的时候 我也认为这些数组很枯燥 我都快睡着了 但是实际您在应用的时候 您会觉得这两函数真的是必不可少 您一定要掌握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TensorFlow之维度变换 希望您能够熟悉这两个函数最基本的使用方法 当然他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使用方法 有机会我再给您介绍 好 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下载在您本地运行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是这样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把它也推荐给你的朋友吧 好 那就这样 咱们在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